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这是贾乃亮和李小璐夫妇 不过在当年夜宿事件之后 这对娱乐圈堪称模范夫妻 也受到了非常大的争议 这件事不仅伤害到了贾乃亮 也亲手葬送了这一段美好的婚姻 之后的李小璐不仅名声大跌 更是被许多网友唾骂 如今似乎也结束了自己的娱乐生涯 很久没有路过面了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李小璐的事 接下来就随着小编一起看下去吧 大家可能不知道 李小璐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辉煌 曾经创下了无人打破的记录 也就是在17岁的时候成功拿下了金马奖 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人超越他 而李小璐的成名起点也非常高 他的性格属于直来直去的那种 所以给许多观众留下了高傲的感觉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职场子真性情 获得了许多粉丝们的喜爱与关注 但其实李小璐在与贾乃亮恋爱之前 还与如今娱乐圈中另外一位男明星恋爱过 他就是李晨 说起李晨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 他与彬彬的恋情也已经尘埃落定 虽然节目中李晨一直都是以老好人的形象存在 但是生活中究竟是不是这样 小编也不敢瞎妄言 但是在李晨走红之后 他与李小璐的恋情也是相继曝光 在16年前两人因为合作13格格而相识 当时的李晨与李小璐也是迅速陷入热恋 当时年轻气盛的李晨还特意在身上 为了至爱李小璐闻了一个路字 看来当时的李晨是真的对李小璐还是山盟啊 而这段感情也是走了五年 当时让许多网友都羡慕 但就算这段感情一起走过了五年 最终还是因为没有陪伴的时间而曹操收场 证明了一段没有保障安全感的感情 迟早会走到分手的结局 但也有网友表示李晨是看上了别的女人 小编就不得而知了 而在节目中 贾乃亮也曾经向主持人透露 当年追求李小璐的时候一直都没有成功 而长达一年的追求时间也让贾乃亮准备放弃 可是就在准备放弃的时候 李小璐却接受了贾乃亮 而这样的来之不易 当然要倍感珍惜 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镜头面前 贾乃亮对于李小璐也是非常的藤脉油家 甚至老婆说什么就做什么 当十二人的婚姻也是让许多观众粉丝们送上了祝福 但是在后来事件曝光之后 贾乃亮虽然多次表示已经原谅了李小璐 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但是贾乃亮似乎对于李小璐的态度相比之前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可能是贾乃亮对于那件事耿耿于怀 或许是因为李晨的过往非常的介意 小平觉得无论如何今后夫妻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发展也都是他们的事 大家也不需要过多的揣测 李小璐与他同居五年 因看上更好的女人离去 贾乃亮至今耿耿于怀 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文章下方与小编留言互动